字幕志愿者 宋世倪 字幕志愿者 宋世倪 字幕志愿者 宋世倪 西娿樂壇 藍逸邦 字幕志愿者 宋世倪 歡迎 幫忙 家姐 你好 寶 說一句 Merry Christmas 還有這個假期的感覺 是啊 現在還是很放假的感覺 我覺得 這一個星期大家都 沒有什麼心情上班 這幾天都是的 其實回到等於沒有回 我覺得都是喪屍一樣 是啊 回去都是等下班 但是我懷疑你在這個聖誕會不會 其實很少時間去派對 沒有口吃 即將又要開場 我們待會會講 但是在我心目中 你近期的歌又很派對感覺 還有你很... 怎樣 變成了另一個人 對 才變成另一個人 你會感覺到各大的舞場 應該會見到蠟逼邦 但是 這個聖誕節 你又應該很忙 會藏起自己去做很多 特裁 給你的新碟 或者是演唱會 是啊 我24、25、26、三晚都去跑步 是啊 即以最fit的狀態 再見樂迷 沒錯 但我不相信你是沒有局 即是不去 有 但是去到都很節制 嗯 記得24日晚 我的朋友在家裡搞了個派對 他是從美國 訂了一塊很大的燒牛肉 我平時最喜歡吃牛的 那天是只有一個望子吃少少的 你也是一個非常克制自己的人 是不是 都時都後我會克制的 但是我可以放縱的時候 我是非常放縱的 我很喜歡放縱這兩件事 因為其實我跟不同朋友 或者圈中的人 講開你的時候 當然不是說你是非 是說你音樂 你下半年的那種給人的感覺 是放縱 還有大家會用一個形容詞就是 哇 他好像上足電 差足東西這樣來的爆發 大家都會覺得 哇 什麼事 什麼事啊 吃了什麼 反正來到年尾了 我們很喜歡回顧 是的 2011對於南逸邦來說 其實又是什麼一回事呢 2011是一個給我重生的一年 無論是音樂上 甚至乎說到整個人 做人方面 我覺得突然間是很多新的inspiration 很多新的能量 還有發覺原來很多可能性 不單是在音樂方面 在人生方面 看到很多事情還沒做 很多事情還沒試 相比起兩三年前 在做時候上足 向前走 那時候的歌 那時候是很中年 整天覺得 是忽然間 不知為什麼 2011年是令到自己 年輕回 回春 第二春 是啊 是啊 覺得好像剛剛才開始 有些人就會說 通常這些現象 是來自 突然間Touch Road 知道自己有絕症 或者突然 我沒有的 是啊 我沒有的 經歷完一樣什麼的大創傷 之後就會有一個很極端的轉變 那你會不會是你之前提過 例如你家裡的事等等 其實家裡的事 我想上一隻碟 就是上次就那隻碟 已經丟毅了 這次是真的純粹一個領悟就是 但是 嗯 那麼小心做什麼呢 做人 那種豁出去 有沒有某一件事 令到你要走這一步 某一件事 其實我想是 這麼多年來 慢慢一樣一樣的累積 到了一個點 就是我覺得 嗯 是有一些轉變的了 否則我 真的很快會提早中年藝記 是啊 真的 真的 我想我今年33歲 我30歲 31歲那時候 覺得自己真的 是整個50歲的阿叔 嗯 那時候的身邊朋友 有沒有給過任何意見 甚至提點你 喂阿叔 其實你老了 那些 沒有 那時候是訓話 那時候是突然覺得自己 好像很老 好像很多話要說 一個阿叔 那你呢 很多道理 對啦 而且經常想當年 想當年 即是如果閣下 即是三機旁邊的朋友 發現自己都有這些病徵 對啦 每說一件事 對啦 為甚麼都要有什麼意義呢 不是 有三個字 想當年開始 就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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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自己是不是中年危機了 是啊 但其實可以reborn的 可以重生的 所以2011對於南越邦來說 是一個重生 其中一個很重要 被人看到 或者 南越邦如何呈現自己這個第二春 相信就是之前的音樂會 八月那一宗 一連三場 是不是 是啊 看過的朋友 都是嘩然的 而且是 覺得 嘩 可以了 是這樣的 你看過 你有甚麼評價 我不自己黑色了 開咪不可以說 那些評價 不用可以說 很高興 就是 嗯 當初我想 我跟很多樂迷一樣 認識南越邦 他是一個觀製骨骨的男子 我記得自己都會這樣標籤你的 是一個鋼琴人 或者是鋼琴王子 是 是 很斯文的 跟你做訪問 你是很做足功課 你是很學院派的那種人 很小心 跟你做訪問 不用擔心 因為你一定交足課 但交足課之餘 有沒有更多呢 那又不期望的 但是 在你的音樂造藝上面 就慢慢看到 你寫過給其他人 你做別人的監製 又跟劉華合作 就覺得你 開始去幕後的那個位 是 但是私底下 開始跟你多認識的時候 就會發現 咦不是的 這個人表演肉其實很強 他除了 斯斯文文那一面 其實可能他裡面有些東西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唱名公司 或者是形象 還是他要保護自己的什麼 是那一刻 他好像不想被人見到 是啊 我是保護自己的 真的 因為過往這麼多年 我想 自己很少 容許自己去釋放一個所謂的放射性 因為 我想 頭幾年做歌手 是真的 整個機會是很難得 還有有些少少是覺得 當年好像唱名公司施捨給你的 這麼誇張 你怎麼只剩下這樣 不是 當年真的挺 因為好像整個唱歌的機會 我是覺得你唱歌不行的 但是我都給你試一下 但是呢 這些感覺一定是你受過一些什麼的對待 你才會這麼想的 你想不想到是什麼事情 這些都是過了去的 我覺得 那最重要是 現在我覺得 OK 既然我是一個歌手 那 那 幕前幕後 怎樣都好 我覺得最重要是 做一些有放射性的事情 嗯 我不想再被人覺得 我真的原來是 斯文得這麼重要 穩重得這麼重要 還有 其實 你看我八月的表演 那一面 其實我一向都有 嗯 只不過可能 初初進來這個行業 我怕三寶 怕陌生人 還有可能怕被人笑 嗯 所以就 藏起來了 其實是出於自己 對自己的分子而信 還有有一點點 是覺得 到了某一個年紀 是你會覺得 所以我不需要 別人怎樣去看 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嗯 我是對還是錯 其實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人家可以有十萬個評價 有十萬個不同的feedback 但最重要是自己知道 在做什麼事 那我覺得 只要有這個自知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那八月份那個演唱會 對於自己來說 算不算是很徹底的一次了 還不夠徹底的 就是還會有多一點的 是啊我覺得 應該說 門剛剛才開了 才踏出第一步 哈哈哈哈 不用所有事情 男明邦真的想說 我還有很多課 是啊 真的還有很多課 應該說應該慢慢來 就是我不想 一兩年間 就用了所有東西 就虛耗了 我覺得 而且這個路線 畢竟跟之前 男明邦大家很熟悉的 很不同 如果我突然間去得太快 但是 就 可能真的 有些人會適應不到 讓你recall 一會兒回來 我要聽 你做完八月的show之後 聽到 最厲害 最放蛇性 最鼓舞 或者令你真的 超級有信心的comment 是什麼 好 青山樂壇 南逸邦 熱鬧樂壇 吃坊生厲害的佐邦邦 會望2011是他自己很放蛇性的一年 其中一個很燦爛的一晚 或者是三晚 其實是 八月份 自己的show 八月份 又燦爛又微爛的音樂會 沒錯 明哥當日也是助上校 是啊 就是很大的榮幸 畢竟我走現在這個歌路 是的 很多時候 由開始到現在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 你能不能自己像明哥啊 或者你能不能自己抄他 所以他出現其實是很榮幸 而且他聽完是開心的 那你自己怎樣回答呢 如果對於剛才那些問題 其實 我又覺得 畢竟每一個音樂人都會做一些影響他的東西的影子 譬如我是真的聽明哥大的 我是由達明聽他聽到現在了 喜歡了那麼久 少不免自己做的東西 那個touch 是有少少跟明哥是類似的 但是我想 沒有一個人會是想做另外一個人的翻譚 還有我經常覺得 你怎樣去抄捉一個人呢 你根本都不是那個人 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內心在想什麼 他經歷過什麼 他的世界是怎樣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個體 所以抄捉這個東西永遠是不會發生的 可以說是參考 或者可以隨經 但是抄捉真的 就算我想抄捉我 其實做不到 做不到 明哥看完之後 他有沒有任何的評語給你呢 他沒有直接跟我說 但是他跟我唱片公司的同事說 他都很開心看到現在這個generation 有一個這麼大膽的人出現了 我是很開心 因為他在我心目中是一個 我成長之中 他是代表大膽 還有前衛 他這麼前衛的人都覺得 林月邦都可以 大膽 我覺得是一個 最大的複補 到現在 八月到現在 最記得的一些評論 或者是對於你這個show的感覺 是什麼呢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評論 其實最開心 反而是一些合作了很久的同事 即是由我以前 未轉型之前 已經幫我走台 或者幫我做宣傳 覺得 你現在不就好 以前你默默獨獨 想著 叫記者拍你 都 那些記者都摸桃 怎麼拍啊 一直摸 你意思是 哇 那時候做你是不是很難做啊 是啊 像那些平台這樣說 是啊 起碼我覺得現在好像 對得他們住 對得他們住 沒有令他們的工作這麼辛苦 不用他們跑 你跑得這麼吃力 是啊 其實我最擔心的評論 反而是我爸爸 很害怕我爸爸突然覺得 你這麼過份啊 因為我爸爸也是一個 傳統的人 挺嚴肅的人 而且我記得那晚 有人站在台上看下去 他是 他臉沒有笑容的 他是繞在雙手 在那裡 一邊微微暗暗 但是又好像 挖緊我監牆的樣子 在那裡看 就是我是幾 在乎我家人怎麼想 就是我覺得有些事情 如果我家人可以的話 外面全世界說不行的 我也可以的 嗯 但是如果我家人 是可以這件事 真的最開心 就是背心最大的一個認同 我爸爸是很沒事的 嗯 你穿那個背心啊 手蠅啊 裙褲那個 挺有型啊 但是你中間唱英文歌 好像 好像長的那些喔 這樣 很可愛的 他給一些評論 是的 他還看你run down 還有你有首歌 好像掉了歌詞 這樣 很細緻啊 是啊 他真的是監督 那就是當是parsi 過了爸爸那關 是啊 嗯 是啊 還有上一次的確很緊張 很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第一次做 還有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到 不知道觀眾看完會有什麼反應 這樣 的確有些觀眾 以前對南明幫沒什麼感覺 可能看這個show 哇 OK喔 那也有些可能是跟開我 是看完上一次的show 是覺得 糟了 我還跟不跟你好啊 是啊 真的有這些嗎 有 有 有 那你怎麼安撫他們呢 我不安撫的 你喜歡走就走 是啊 我覺得這次做這個轉型 最重要是不要貪心 你不要又要新的人 又要 然後 保持著一群 OK 那就去得不盡了 是啊 我覺得如果我 很留戀以前的事情 我不會走這一步 那這次 是預了有些人會 流失的 流失的 我覺得無所謂 我覺得最重要是自己 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 嗯 還有 我永遠都是那句 做音樂 你那個取向 是不可以被粉絲的喜好 帶著你走的 你如果真是一個 音樂人 你真是一個 做創作的人 你是反而要做一些新的事情 去帶動你的粉絲群 是啊 即是你如果永遠都是 觀眾的口味 牽著你走的 你永遠都是 只可以留在一個框框裡面 其中一件事去衡量 究竟這件事 對還是不對呢 就是市場反應了 老闆肯 將你這個演唱會 做Part 2 那 大家都放一波 即是 其實已經某程度上 證明了一些事情 那原來很快 後日就是Part 2 沒錯 是啊 這件事很急啊 是啊 整件事其實 因為前前後後 這四個月 其實這個Part 2 大家都很模糊的 有影有還是沒有呢 有時候好像有 有時候好像沒有 有時候好像沒有 有時候又 啊 又回來了 兩場一場 啊 又要爭旗 你知連你的旗都幾爆 嗯 到11月尾才 博取確認 哇 做了 那原來 剛剛這個12月 就非常大壓力 非常辛苦 因為要在一個月內 只有三四個星期 要宣傳這個show 是 要做完所有事情 要 要 要跑步 要趕起馬尺點 這樣 所以 其實這次反而 是比上一次辛苦 那Part 2 其實那個Rundown 和上次 是不是都是相約呢 相約 因為 上一次其實 其實有些人都還沒看的 是 還有上一次的show 那 姐姐你看過啦 其實上一次的show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歌的排列 是令到整件事 好像有個Message 這樣 出來了 是啦 令到整件事 好像有個故事性 那樣 所以覺得 那個故事性就是 南逸邦的蜕變 是啦 所以 既然上一次的Rundown 很好 那不用 搞太多事情 那可能 會有一兩首歌是換走 然後 加回一些 新點裡面 未曝光的新歌 那你跟 師兄和周國賢 那一部分 會不會換走 周國賢是會來的 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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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 我覺得 好玩 但是 如果你讓我再做的話 其實這次12月 我覺得 一個方向 就是 會比上一次更加純 畢竟上一次 八月做的時候 可能用很多萬力 因為自己 不知道自己 可以去到哪裡 不停地推動自己 那 有了上一次的經驗 那這次12月 就可以 淡定些 沒有那麼害怕 是一種成熟 對 星期五晚 星期五晚 在哪裡 狗善 專門回來繼續有 南逸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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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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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餐乐壇》 南逸邦 熱鬧乐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上次8月份错过了南逸邦的音乐会 後日又有机会了 是 与此同时也即将推出新碟 我们听过两支派台歌《晚晚礼拜六》和刚才那首 是 那那个感觉其实都挺统一的 是 很80年代的 是 很想真的硬和跳回 那会不会 未来的专辑都是走这个方向 或者给我们一些生 其实 现在派到是第四首歌 是啊 你们现在在唱的那首歌 是啊 因为 本来这首歌是在8月那时候出的 是 但是那时候都没做起这首 驚世大碟 出了18个月 你自己说的 驚世大碟 啊 真是 很厉害 但是 这次的歌 真是贯彻 由《晚晚礼拜六》 到《又七》 《又未冷》 到《青春舞池》 是 那些快歌都很80的 是 那现在派的 《青春舞池》 《青春舞池》 又来一个180度转变 是的 就是唯一一首 慢歌 嗯 其实 七首歌是想营造一个 晚上 由 11点 12点 开始玩了 到 晚上4-5点 打仰了 整个感觉是 这七首歌的转换 是做了出来 那哪一首是11点呢 开播就是《又燦烂又未冷》 一来就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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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去听听个Rundown 就是《又燦烂又未冷》 是的 《晚晚礼拜六》 接着有一首新歌叫《Cocktail》 Cocktail》这首歌挺有趣的 是讲这个 怎样说呢 周耀辉有一句就写得很好 将性别扩大 性别不是只有男女的 你可以像《鸡尾袖》那样混合 有些男人可能穿女装 有些女人可能扮男人 不一定是男人一定是女的 第四首就是《密室女的事物》 是一首很邪的歌 我在你的音乐会里听过 是的 接着就有《黑天娥》 就是我和千华的合唱 就是一个酒保和夜总会的老闆娘的对话 然后青春暮迟流逝 最后就是《紫黑飞鸣天》 反而用一首最慢的歌 去结束这一晚的燦烂 是的 因为你刨完 你走出街 你会发觉 天开始慢慢降 而且整条街很安静 现在这个天使 你走出一个四点的街道上 也都好像有一股冷风 我想《紫黑飞鸣天》 天晨四五点 整整一晚 可能经历不同的阶段 和不同的心情 如果我们集中在《紫黑飞鸣天》 是一个小小的总结 你最想和人说什么呢? 就是经过这一堆的摧残 其实有时候 不用那么快 所谓迎接明天 我觉得今天都没完 为什么不享受现在这个时刻呢? 很多事情 不用那么快展望将来 有时候 即是很多时候 即是说得太急了 你可不可以逗留回这一刻呢? 是的 而且现在这一刻 派这些首歌都挺有趣 因为明年2012 很敏感的一年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那大家 其实大家是怕世界每天更多 还是对于很多香港人 是怕楼价更多 我自己就怕没有电 因为现在有一个传闻 是未来十年是没有电的 是的 很多传闻 所以我觉得这个害怕 还有水也是 是的 这个害怕世界每天 你没有电 还有好像说 全部都是传闻 是的 全部都是传闻 那很多时候 大家经常说 年底要展望将来 要计划将来 到了2011年 去2012年 今年很特别 今年反而不敢太多 未来计划 或者如何展望将来 反而真的 我珍惜现在这一刻 我正在生存 我正在开心 那就可以了 南美邦和James Sting 一起寫的曲 你自己的歌词 編曲监制 都是你们两个 可以说 整个碟 甚至是你的大转变 都是和James Sting 很好地合作 是 这首歌会不会是 全首歌一遍 最后才做的 是最后才做的 还有这首歌 其实六七月那时 已经写好曲 其实他们一直都 快点写完一次 但我偏偏就不写 我就是要等到 这首歌 所有其他都做完 最后一刻我才写 因为我知道 整首歌做完之后 我会对整件事 如何 wrap up 整件事会有一个 好一点的体会 即是不单止 在碟里面的run down 是最后一首 是你的工作流程 都要放到最后 你好像凝聚了一些东西 感受完整个过程 你才有那个感觉 是啊 反而现在真的写到 我想要的东西 因为初初大家想到 一首歌词会很光明磊落 很展望将来 很大爱的东西 但现在不是 反而是写一个 都挺微烂的感觉 是大家玩完 不捨得就 大家 还想多喝一杯 还想多跳一支舞 我反而 现在 做完整支碟 才去 拉斯做这首歌的时候 才会写到那种 微烂的感觉 而且不捨得 不如真的喝多一杯 是 是 而我 这首歌 是 也许 不捨得 或者在你 可从 哪种 也许 呢 嗯 就曾怨空 现在月边前面 借近远来点 趁这黑飞灵天 就曾记忆 未够忠诚降潜 听多一次 这张唱片 就曾思想 还未有灰霍事 问多一次 随便 趁这黑飞灵天 提醒丁黑眼线 陈诺娟用一脸 今晚共同失忆 如果 现实你未找到天然和 并可 在未或夜光中 窄动自我 幻可 似远做盘处的等我 未被神星 水平 起码同尘能过 就曾梦来 未够忠诚降潜 摸袋一朝我的法断 就算我想 留住这周末时 已经姓月天 门发阻挡灵天 趁这黑飞灵天 趁这黑飞灵天 这首歌叫做《自己黑飞灵天》 但我觉得更应该叫做 《自己黑飞灵天》 是什么 James Sting 就真的不得不佩服她 因为可能她做开这么多年 很多偶像 就是偶像组合 很多偶像组合的歌 都要有一个ID位 所谓一些很signature的小章节 是令大家记得一首歌 那是 做完这首歌录音的时候 她突然说 不如中段你弄些 好像火车声 但是用人声去做吧 就不是敬共敬共 是的 即是 我出了一刀 但做完之后 每个人都记得 嘲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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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嘲 她就很棒 那周六时 她又是 你这样唱不够过瘾 你要加一些口水声 你好像唱到流口水 不是一开始一来 那个呀美代 她是叫你 你吸气大声一点 好像在冰淇淋 那个呀美代 所以整次 有些人性味 是呀 是的 我想一贯的监视 是很多不会很容忍这些 但反而她又觉得 这样是ok的 ok 这样反而有些 有些 有些 有些juicy 好我问一下她 好不好把这首歌 歌名叫做chicachow chicachow 好了 另一首歌 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些可爱的东西了 刚才也有提过 在调片里面有一首和千华的合唱歌 是啊 是啊 其实本来是想拍这首的 但我现在也在休息了 所以不想打扰她 要宣传那些东西 这首歌叫黑天鹅 那其实 是跟她的白天鹅一对的 这个很巧的 因为我们跟周耀辉开会 就谈说要做黑天鹅了 之后她应该收到一首歌 就要填你千华 那她就填了白天鹅 是这样的吗 即是不是预先设定的 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我不是太清楚 但是我记得我们一零年七月开会 一零年七月 你这样一年半之前 是啊 第一次开这张碟的会 哇 这张碟做了这么久 是啊 不觉得 那跟周耀辉开会 那我突然想说 就是说 啊 不如做一首歌叫黑天鹅 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奇妙 那时候也未知有黑天鹅这部电影会出现 嗯 那么 大家就在想到 在想 究竟黑天鹅这件事说什么呢 就是不如说 这个夜场里面 飾演 bartender 的我 是唱了很多首歌 那突然间她有一首歌是要合唱的 就是要跟一个阿姐合唱的 嗯 那 那 这一首歌就是这个夜场的老板娘 那她是见识过很多以前的盛世风光的 而这个 bartender 是对以前的那些 指出金迷很好奇的 或者很嚮往 是的 但是她没经历过 那就是一个拉脚战 那个 bartender 很想很多东西 很想很多东西 但是老板娘就是那时候 就是你知道什么啊 算了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你年轻你不明白的 那这一首歌 设计的时候 已经想到要找一个 阿姐 很女人味的一个人 那时候 直接是 斗鸣山都没出街 我都没听过千华的斗鸣山 那初初是没有想着 千华是一个很合适 真的听了斗鸣山之后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千华突然那些女人 还没出出来 那样就觉得 对了 因为千华本身她是一个 有幽默感也能玩得的人 唱这一首歌 黑天鹅是需要某程度上 有些幽默感才能上到的 嗯 亦都要见过世面 懂得用那些东西来变成幽默 是的 有种风骚的味道 这个老板娘也有少少 那你对千华的演绎 或者人选 就觉得非常合适 好啦 那你配到这个阿姐那里呢 对于你自己的演绎 或者你去拿捏的时候 和你自己独唱 应该的主理手法会不同 想起原来我第一首合唱歌来的 是啊 是不是呢 之前很多年前 有首歌是featuring老海音 但是都是做了一个solo版 然后才加Candy上去 但是这次是真真正正的第一首合唱歌 那大家都是分开录的 那我想因为整首歌的戏剧性很强 还有那些人物性格设定也有 真的好像在做一个广播剧 是的 然后千华就用一个很巴辣的语气 去唱这首歌 我就用一个很好奇 就是比较小朋友 比较清洁一点的一个唱法 去唱 我不停问 究竟怎样啊 你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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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听这首歌 黑天外游 都是James Dane和南月邦合写的 词方面就是你和周耀辉的合作 是的 周耀辉是填我的词 我是填千华的词 你是巴辣的 是的 我不是巴辣 但是我唱的是BB 我看看你有多清洁 巴辣巴辣 巴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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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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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辣巴辣巴辣 巴辣巴辣 巴辣巴辣 快点乖乖地 吸我 浸杯不冷地 明知我自身 不会亏待你 见过多少事物人 相性或卑鄙 你又怎会随便的喜 你是我世纪 希望你世纪 使用念我愈的忍识 明明轮落扣有美 即是你要喝 何必再问 何必再追问 何必再追问 黑天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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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帮堂 一杯一杯 喝你很饿 黄泣 醋 囡猪 斌廣 两人 同学 七人 辉蛇 散 两人 会冬得攀地 秘开我风 泡子 我挑逗你 听说即将末日谁被映发地 何不去用作到死 何不回到死 早就醉到心 谁有面我与人我死 如何回复更有名 每次会传吗 别再问 不客有趣吗 别再追吗 我怎会破地消 那么我要真预备 夏天我 夏天我 请消磨 一刻千金山天光 夏天我 夏天我 请放堂 一杯一杯喝的喝 难度我未发不庆望 我要死一日 难度我无法不疲ição 难度我无法不疲惩 难道我无法不疲惩 我念路过 但无奈 歌台难让我 愿要唱歌手 黑天王 黑天王 请笑我 一黑千金散到尘光 黑天王 黑天王 请放堂 一杯一杯喝的好喝 黑天王 黑天王 请笑我 一黑千金散到尘光 黑天王 黑天王 一杯一杯喝的好喝 会不会是你真实的故事 一个弟弟面对过一些很沧桑 或者历练过的人 又不可以说很沧桑 但我不知道我见一些比我年纪大的人 他们以往的故事 或者所谓老香港的东西 我是很着迷的 他们一说以前的东西 我就很喜欢听的 由小到大都是的 所以你前一段时间 你自己刚才说的 为何你三十岁头 已经有中年危机 因为你已经很想知道老的故事 是的 而且我一向人都很老的 想想想想 就是我喜欢一些 就是我吃饭 我不喜欢去一些新的地方 我喜欢去一些老字好的 就是开了四五十年历史悠久的那些 还是纸皮石街砖的那些 是啊 很有feel 好了 这一张专收就做起了 只是等出的 是 本来是表演出的 但因为这些版权问题 我们一月底的星期才出 这些很复杂的 就是唱片公司搞 就是这样地搞 总体有个馅 大家也试听过 那来周五就做表演了 希望你加油 好 谢谢 如果上次真的错过了的朋友 看看这种的口味 这种的taste 就是香港乐坛有一个这样的歌手 大家 大家去 真的用耳朵和眼睛去看 香港乐坛其实不只是一样东西 是啊 而且我觉得单纯一点 大家30号 当一个假期的kick off 哈哈 真的好玩的 这个show 我自己做都觉得很好玩 我觉得大家看完有什么信息 受不受到无所谓 最主要你玩得开心 不用那么heavy的 去玩而已 真的去玩而已 那2012继续做自己 没错 那下一年的play 我们下一年才讲 因为活在这一刻 没错啦 做好手上的事先 多谢邦邦 好 多谢姐姐 送走了邦邦 如果明天两点半上来热闹乐坛的嘉宾是小肥 他会带她的新碟 好